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NPS代表做主语的一个名词性成分 V代表动词 然后这是第一个名词性成分 有一个动词给 再有一个名词性成分 那么下面这些句式呢 都符合这一个句法格式 张三就是NPS 然后捐 偷 值 就是这个V 那么NPE就是一些毛衣 然后有个给 NP2就是贫苦孩子 李氏他弟弟 但是上次我们说了 这三个句子 表面看来好像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内部是有区别的 叫大家考虑了一下 有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区别到底在哪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到 首先我们要观察到的 就这三个句子 你为什么感觉到不一样呢 你首先感觉到整个这个句子 意识上它有差异 而这个差异不是具体意识的不同 而是有它的整个系统的不同 你们看啊 咱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句子都实际上都包含两个动词 对不对 一个是V 一个是给 都有两个动词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 捐和给 两个动词代表两个动作 可是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捐的过程也就是给的过程 是吧 它这两个都是转移过程 而且这两个转移过程 说实在是同一个过程 这个 就是刚才那位同学说了 偷是一个动作 给是一个动作 他们这两个都是转移过程 但是这两个转移过程不一样的 这个偷是写中 用别的地方 把东西转移到张三这个地方 然后张三再通过给 转移给李氏 这个呢 两个动作 但是只有一个转移过程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制作的过程 它不是转移的过程 它不是转移的过程 因为我们看到啊 这是转移 这个转移呢 二合一 两个转移过程合为一个 转移的过程合为一个转移 这个转移 转移的过程合为一个转移 一个制作 这是两个转移 和二合一合二合二合二一 这个两个转移 所以这两个转移性质不一样 这是一个转移 一个制作 那么这种的差异 我们要看到两点 第一这种差异不反映在层次构造 和它的内部的聚法关系 因为你要用层次分析来加以分析的话 是一样的 都是张三 不管是哪一句子都是这样分析 然后捐了一件毛衣 偷了一件毛衣 支了一件毛衣 都是那样 下面这个都是两个洞兵 对不对 这个不用再去分析 而且从内部的聚法关系也是一样 这个是主位 这两个我们就成为复卫结构 因此这种意识上的差别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层次分析来加以庶民 这是一点我们要看到的 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呢 我们举的是三个例子 实际上代表了三个类型 每一种都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张三送了一件毛衣给贫苦孩子 张三赠送了一件毛衣给理事 校长讲了一本书给王武 他是一系列的例子 这个也是张三偷了一件毛衣给理事 张三抢了两张电影票给他弟弟 对不对 张三赢了一百块钱给他弟弟 张三取了五百块钱给他母亲 这也是一系列的 这个也是一系列的例子 张三汽了一杯茶给客人 张三炒了一个木须肉给阿姨 你也可以举很多例子 你还要看到这样一点 就是说这三个我们举的是三个例子 实际上它代表了三个类型 那么这三个类型我们感觉到有诧异 那么这种感觉对还是不对 我们要证明 我们要验证 因为你一感觉到说这个有两个转移 二合一 这个有两个转移 不同性质的转移 这个只有一个转移一个制作 这是你的感觉 对不对 是我们的语感 但是从语法研究的角度来说 你都需要去加以验证 那么这种验证 我们没有办法来通过层次分析来加以验证 因为层次分析 从内容上来讲 只包含气氛和定性 那么无论从气氛的角度说 无论从定性的角度说 这三个句子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 那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 能不能通过变换来证明它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 正如刚才那位女同学所讲的 这一个句子 它可以跟另外一种句子发生联系 跟一种什么样的句子发生联系呢 跟这样一种句子发生联系 比如说张三捐了一件贸易给贫苦孩子 那么它可以说成张三捐给贫苦孩子 一件贸易 这个行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在普通话里别不行 是不是在有的方言里别可以 那是另当别论 说不定有的方言里别可以那么说 但在普通话里边不行 没有这样一种 我们没有说张三偷给李氏一件贸易 张三抢给李氏一件贸易 张三云给李氏一件贸易 我们不能这样说 也不说张三取给李氏一件贸易 这个我们都不能说 因为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么同样张三只给李氏一件贸易 张三只给他弟弟一件贸易 也没这个说 我们也不能说张三炒给阿姨一个木须肉 张三刻给他哥哥一个图章 张三做给一支风筝给他弟弟 不行 张三做了一支风筝给弟弟 你不能说张三做给弟弟一支风筝 这个都不能说 因为这个都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说明这个句子跟这个确实不一样 那么这因为它两个转移 实际上是二合一 虽然是两个转移 实际是一个过程 因此这两个动词可以合在一块 可以合在一块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区别 这里边我们讲到这是两个转移 这个是一个制作一个转移 那么这因为有这样的区别 因此反应在句法格式上 也有区别 这个区别在哪呢 就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句式 一个什么句式呢 那就是这样一个句式 有这样一个句式 譬如说张三从百户公司 偷了一件毛衣 给理事 我们可以这样说 可是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说 张三在家里 制了一件毛衣 给理事 我们没有这个说 或者张三在教室里 制了一件毛衣 给理事 是吧 这个我们实际上不说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可是实际上不说 我们一定还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也进行语言调查 能说不能说 经常是碰到三种情况 一种是说大家都能说 还有一种是大家都说不能说 还有一种呢 有的人说能说 有的人不能说 那么有的人能说 有的人不能说呢 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 就是说自然状态 不是说我这个 你讲的这话 我能理解 不能这样来 就是说在自然状态 我们实际的语言里 比如有没有这样说 因为你说我从家里 资了一毛衣给理事 你有这个说法吗 你先想 没有 实际上没有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现在假如说 假如我们这样来看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实际上代表了 一系列的句子 并不是它固理的一个句子 我们现在给它标上号 假如说我们这一个 把它看作是A类 这个看作B类 这个看作C 那么这个呢 看作D 这个看作E 那么就是A可以跟D 这个就是D A跟D可以有一个变换关系 但是B跟D没有这种变换关系 那么C跟D 也没有这种变换关系 那么B可以到E 是吧 这个是E 这是E B可以到E 但是这个不行 这个C不能到E 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也不行 你比如说 张三捐了一件毛衣给李氏 我们也不说张三从北京捐了一件毛衣给李氏 张三从家里捐了一件毛衣给李氏 张三从北京大学捐了一件毛衣给李氏 也不说 因为他这个例子也没有这样的说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A可以变换为D 但是A不能变换为E 那么B可以变换为E 但是它不能变换为D 那么C呢 既不能变换为D 也不能变换为E 那么所谓不能变换 实际上就是说 A跟D这个句式相关 B这个句式跟E相关 而D呢 而C这个句式 跟D跟E句式都不相关 呈现这样一种状态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从形式上 就通过变换 这儿讲的形式 就通过这个句式 跟其他句式的相关性 联系 上边来看出 他们确实有差别 确实有差别 这样就证明 我们原先的这种感觉 我们原先的这一种语感 是对的 确实有不同 确实有不同 那么这个也是用变换的方法 来加以证实 也是用变换的方法 来加以证实 因为这个礼比就是 我们一定要看到 就是说 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 这种意识上的差异 那么这种意识上的差异 我们首先要感觉到 要想办法要验证 要从形式上来加以验证 那么我们所能用的 我们学过的 就是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 不能为例 那怎么办呢 就是用变换 我们可以用这个变换的方法 来加以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